记者简容良高雄报导刘晗竹表示自己因要求 机开后车厢放行李 收费时竟被多收10元 贴文1 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图翻设字刘晗竹脸书不是 归是消贪 前主播刘晗竹佐 15日在脸书分享道高 搭计乘车的经历 表示自己因要求司机开后车 放行李 收费时竟被多收10元 他是高雄人听了傻 也觉得被坑 贴文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对此 通橘金 16日达连小黄 指出高雄现在并没有开号 相加10元的规定 所有收费都需一跳表为基准 多 10元下场最高恐吞9万罚单 下车时车资是240 我给了250 机把我的行李箱拿下车后转头要走 我说你还 找钱 他说在高雄开后车厢要加10元 是你们台北 不知道 刘晗竹当天他结束高雄工作准备要冲台北赶场 与司机对话过程让他印象深刻 因为 身也是高雄人 从没付过这种钱 直言这不是十块的问题 而是被坑的感觉 刘晗竹拥有甜美外形 然不做作的个性吸引大批粉丝追踪 图翻设字 韩竹脸书刘韩竹接着说 直到他上高铁用手机 才知道 司机说的规定是真的 台南也是有名文 定 我后来想象 很多计程车司机是老人家 帮城 弯腰扛行李上下车 难免伤筋骨 多给服务费也 说得过去 不过交通局驳斥 若高雄市继承车位表收费 令家收开后车厢服务费 乘客可以提供车时间 起气点击车号 驾驶姓名 配合相关照片 车内附驾已被职业登记证 或下车后含车牌话等 交通局将请司机说明后查 11公路法第77条 一项处9000到9万元罚还 事实上今年6月才发生陆极网 上先前来台旅游 因为叫继承车后又取消 被司机了100元的费用 影片曝光后引发议论 图翻摄上逛吃TV 面贴文一出震惊大票高雄人 有这种事太扯 一 始先说才行 上车后说 就不行 我是觉得至少要先讲 不然事后才知道有这费用 真的有种被坑 感觉 别跟每天辛苦开车的司机计较这种小钱 红大量 有爱最美 有这件事 使用者付费 合理 司 先生需要因此下车帮忙 这也是提供了额外的 误 但如果有先说清楚 就还好毕竟是感受问题 正前车帮忙 veramente 请 是 感谢观看